与西方人重视科学和哲学不一样 而中东南亚北非 世界所有的宗教诞生地不一样 中国人特别重视历史之后 中国的典籍 耗日烟海汗牛冲动世界之罪 而自治通鉴呢 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北宋学者司马光 靠近二十年的经历 编转一部编年体的开山之作 前书三百多万字 记载了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 如何走进这部大书 如何去阅览这部大书 非专业人士 虽然不是妄言心探 总是有一些棘手的 就是期待用精选的一些历史片段 用一些通俗的讲解方式 给大家分享其中 历史智慧 修习这部智慧 唐太宗讲 以史为尽 配之心体 同学们通过学习 自治通验导读这部课 希望大家对 一千三百多年周庆汉堂 中国历史的发展 你脉络有一个了解 对每一个故事背后的思想智慧 有一分体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